在全球汉学研究方面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台湾国家图书馆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 正式成立第一个台湾汉学资源中心 在侨领及校方等贵宾的见证之下 双方馆长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成功促进两国间的学术合作 来开创新的契机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内 台湾国家图书馆馆长曾淑贤 与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总馆长赖利·阿弗德 共同签署台湾汉学资源中心合作备忘录 双方握手合影并互贈礼物 多伦多朝团领袖等贵宾在现场一同见证 并参与中心街牌启用典礼 多伦多这边设置了加拿大的第一个 台湾汉学资源中心 那在全世界是第16个 希望能够建立很好的学术交流 而且主动的把台湾优质的出版品 还有很丰富的学术成果 可以提供到这些学校或这些研究机构 我们也希望做一个平台 将来可以把世界各国的跟汉学研究有关的学者专家 把他们连接起来 可以在学术成果方面就分享 中文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jaw 2012年阿佛的館長曾到訪台灣 與曾竹賢館長簽署合作協議 並發表專題演講 吸引國內許多人到場聆聽 2014年多大圖書館 也和台灣國家圖書館 一起推動古籍數位化 看人們在工作 我在大圖書館大圖書館 在庭圖書館裡 在庭圖書館大圖書館 有機會談到一位學生 他用了一些很古怪的材料 這是很驚人的經驗 去看他,去看他 去看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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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在台灣 和中國的材料 去看他的材料 開幕典禮上 曾館長將從台灣帶來的 兩套國寶級古籍復刻書 駐東坡先生詩 以及金剛班諾波羅蜜巾 送給多倫多大學 我們專門口叫台灣人 最近幾代對漢學研究 得到國際上的肯定 因為學術是無國際 我們不但有這個研究的優勢 我們也有這個學術科技的優勢 所以說透過數位點查 各種材質資料 各個各種教育學術上的合作 希望能夠把我們在台灣 研究漢學成果 跟國際社會一起來分享 有關中心的設置 雙方溝通了將近一年 在合作協議簽署議事上 得以擺放中華民國國旗 和加拿大國旗 曾館長表示 未來國家圖書館 每年將會持續捐贈 500至1000冊實體書 並提供各類電子資料 讓海外看見台灣的好書 及豐富的漢學研究資源 台灣宏觀電視胡玉利 加拿大多倫多採訪報導